原本讨厌苹果的我居然买了 这支影片真的拖了很久 其实稿子80%都写完了 不过因为中间又开始忙其他的事情 做其他的影片 就一直放到现在 不过真的觉得不能再拖了 突然等影片出来可能MacBook都已经变成古董了 总之我们赶快进入影片的主题 我在2021年12月24收到我这台新的M1 Pro MacBook 收到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在使用它 到现在也大概半年的时间了 不过就像影片标题说的 我本来是非常排斥买苹果电脑的 那后来怎么会决定购入这台M1 Pro MacBook呢 今天这部影片我想分享一下 我从裹黑到购入第一台苹果电脑的过程 包括我当初决定购入这台MacBook Pro的时候的原因 我选择了硬体配置 还有我这几个月下来使用的感想 最后会讲一下我推不推荐大家买 M1 Pro或是M1 Max的MacBook Pro 之前我也有发文说过 一直以来对苹果的观感就是一个字 Overprice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字就只是太贵的意思 但这跟贵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概念 贵单纯指的就是价钱太高而已 但我会用Overprice这个字就是因为我觉得MacBook 或是其他的苹果产品本身不一定是不好的 苹果很多产品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它的价钱超过了我认为它应有的价值 所以我才会觉得它是Overprice 其他的品牌呢 以80%甚至一半的价钱带给我差不多的一台设备 那我有什么理由来使用苹果的产品呢 一直到M1系列的MacBook出现 我对苹果的电脑都是报纸这样的看法的 除了这一点以外 苹果还有一点不太让我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难以维修 简单来说如果你想要开店维修苹果的设备 那你必须经过苹果的认证 一般人没有办法自己修 也很难取得零件 表面上的名义它是想要保持维修的品质 实质上是垄断市场 并提高维修的费用 除此之外近年来的设备更是故意做成 连我们自己想要替换SSD或是RAM都没办法了 不过我也必须说这一点不光是发生在苹果的产品 最近不知道是因为装置做得越来越小 还是跟着苹果有样学样 很多品牌都是直接把部件焊死 让你没办法自由更换零件 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购买苹果电脑的我 偶然因为公司配发的电脑是MacBook 让我有一个开始使用苹果电脑的契机 在开始使用Mac之后 我慢慢体会到MacOS的一些好处 首先在城市开发这点上 MacOS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MacOS是建立在UNIX之上的系统 所以在Linux习惯用的一些Command 都可以直接使用 除此之外几乎开发程式需要安装的所有东西 都只要下Brew Install这个指令 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这点真的是非常方便 不过因为当初公司配发的MacBook 只有8GB的RAM 处理器也是哀物的 刚开机的时候还算很纯长 但如果长时间不关机 只有盖起来休眠的话 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卡顿 机身也会很热 风扇更是一直转不停 一定要重新开机才能变顺 我猜可能是记忆体不够 开始使用到Swap 就会开始变得很卡 更别提这样的硬体拿来剪片了 老实说真的是不太行 所以我剪片的时候都还是使用我的XPS15 但是我用GoPro录的1440p的影片 用那台XPS15键还是非常之卡顿 在回放或是不同片段之间移动的时候 有时候延迟个1-2秒才有反应 那我剪片的效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在当时我那台XPS15才买不到两年 我就已经想要买新电脑 M1 Pro跟M1 Max推出之后 我犹豫了一阵子 到底是要买M1 MacBook Air就好 还是只是上M1 Pro或是Max 当时看了网路上很多测试跟评测 以我自己的需求 使用DaVinci Resolve这个剪片软体 似乎用M1就可以顺跑了 后来我决定购买M1 Pro的最大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在家用电脑的时候 会另外外接一个4K的萤幕 有些网路上的人说 M1外接4K的萤幕 已经接近它效能的极限了 我真的很担心如果还要进行剪辑影片 效能会不会不太够 而且仔细算算了 如果我要买M1 一定是需要把RAM升级到16GB 硬碟也要升级到1TB 这样价格就已经来到47,000多了 这样跟M1 Pro标配的价格 只差了1万块左右 再加上萤幕占比跟14寸这个对我来说 刚好的尺寸等等的因素 最后我还是决定买新的M1 Pro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硬体配置的部分 分别是RAM、CPU还有SSD的选择 我先讲一下我在硬体配置的时候的考量 我在配置硬体上面最大的考量就是剪辑影片 因为坦白说我以写程式的需求 真的不太需要什么很好的效能 唯一我能想到比较吃效能的部分 只有我如果要开发手机APP 需要在电脑上跑模拟器之类的 除此之外我在选购硬体的时候 并不会担心效能不够应付软体开发上面的需求 我这台配置是16GB的RAM CPU是8核心的M1 Pro 然后硬碟升级到1TB 简单来说就是只有硬碟升级到1TB 其他都是最低的配置 那来讲讲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首先是RAM的部分 我当初有预议需不需要升级到32GB 不过看了网路上很多的意见都说 Apple Silicon整合做得非常好 16GB就已经很够了 看过很多的测试 16GB跟32GB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最后我就没有升级到32GB 至于CPU我看了不少评测 基本上最低的配置就可以很顺的剪影片 升级CPU带来的效益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高 顶多就是可以加快影片输出的速度 不过以我输出1080p的影片来说 用标配的速度就已经比旧电脑快非常多了 从原本要7分钟以上变成现在只要2-3分钟 在考虑升级CPU 一升就是1万块以上的差距 最后我就决定只需要8核心的配置就好了 最后是SSD 当初有在1TB跟2TB之间有犹豫 不过想想应该不需要留那么多影片在电脑上 而且一升上去又直接贵1万2 所以就决定还是选1TB就好了 前面也有提到之前公司发的Intel MacBook Pro 开机时间一久就会有卡顿问题 开的程式一多甚至会有过热风扇狂转的问题 新的这一台一到手 我就觉得开启程式跟各种操作都比较顺 而且它的顺是比我旧Mac刚开机的时候还要顺 所以我觉得除了RAM的容量充足 可以很久不关机也不会卡顿 它本身的CPU SSD 记忆体速度的效能升级也是有感的 至于剪辑影片 我平常剪影片最多就跌3-4成 外接一个4K萤幕使用DaVinci Resolve剪辑 从头到尾都是零卡顿 真的让我的效率提升不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大部分的Windows笔电只要把电源拔掉 虽然还有电池的电可以用 但是效能就会大减 瞬间武功就被废一半 而M1 Pro就算使用电池的状态 还是可以维持效能 很顺畅的剪辫 风扇甚至都不太会转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地方 到哪边都可以剪辫也不用插电 一开始还没有摸到实机的时候 我比较担心的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萤幕的刘海 第二个是不知道会不会太厚重不好细带 不过开始之后我觉得刘海完全不会影响使用 而机身的部分的确从正面看起来是有点厚 不过很神奇喔 从侧面看起来就还好 重量虽然比上一代还要重一点 但拿来攜带也还是OK的 讲到这一点还真的有点感慨 M1 晶片推出到现在也不过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许多软体就已经针对它的架构去做优化了 相比之下我之前用Linux的时候 像Adobe或Office系列的付费软体 都是没有在上面推出的 只能用其他的免费软体来做替代 常常软体有一些bug也没有人修 甚至说不得不克服资本主义的力量 以我目前使用上的经验 我会用到的软体基本上都有支援Mac 所以不太需要担心软体对Arm加勾的支援度不佳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有需要用什么特殊的软体 应该也可以上网Google一下就知道有没有支援 我在这边就不多做赘述 在软体开发方面我比较有印象遇到的问题是 Arm加勾的Docker Image跟X8664的不一定能同用 所以自己电脑破下来的Image 不一定能直接在VM跑 要指定正确的平台才能够正确执行 除了这点以外还真的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Mac最常用的Package Manager的Brew 也有支援Arm架构的晶片 所以要安装大部分的东西应该都是OK的 那写程式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使用NodeJS的生态系在写 我电脑上都是使用NVM来管理NodeJS版本 使用下来我没有遇过不支援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机器学习的领域我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不过最近因为想试试看是用RL来 train龙珠拼图的AI 所以有安装Stable Baselines PiTorch之类的东西来跑 那安装过程中还遇到了不少问题 要慢慢Google慢慢找 看很多Stack Overflow或Github Issues的讨论串 然后慢慢去试最后才成功跑起来 所以在机器学习的方面我觉得资源还不是很完美 不过我相信做ML的人应该不会真的拿MacBook拿来跑ML啦 我自己只是在MacBook上面做一些测试跟实验 毕竟在自己的电脑上实验还是比较方便 那最后再拿到GCP之类平台的VM来跑 如果是用像我这种方式使用的话 我觉得还算是堪用 不过因为问题还真的不少 所以如果有ML的需求 我不会非常推荐买这台 最后我用两点来做总结 第一点是你该不该买 第二点是配置要怎么选 那第一点我觉得要判断是非常简单 MacBook基本上不会拿来玩游戏 所以主要用途就是工作 所以如果买了可以帮你提升工作效率 那我觉得就值得买 像我买了之后剪片跟写程式效率都有提高 尤其是剪片这个块非常多 能够用几万块的价钱 就让我买到这么多时间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那如果对你来说买了工作效率也没有什么差别 那我觉得买这台电脑应该就只剩下 爽这个要素了 这样我觉得你也不用听我的建议了 就看你自己的口袋深度吧 至于第二点 我觉得以现在2022年的标准 我买电脑至少都会想要有16GB的RAM 至于其他的规格就真的很看个人需求 如果我能说的是一般人应该都只需要最低阶的标配 如果有其他更高阶的需求 应该也不需要听我的分析就知道怎么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这支影片我真的拖了很久 离我买电脑都已经半年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对这主题有兴趣 不过既然稿子都写了 我觉得还是把影片挤出来了 总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